大家好,我是十一来 你一起来关心6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栋纵谷管理处111年进行 鲤鱼潭北水岸服务设施码头优化 增加了三座支站桥 以及五座脚踏船码头 一处SUP以及独木舟的下水点 并且也将水岸的人行步道 从1.5米宽拓宽到了3米的宽度 提供双向的自行车道和行人步道 让花莲旅一潭的游戏活动 能够更有完善的服务设施 花栋纵谷管理处正在进行 潭北码头水岸服务设施的改善工程 目前已进入初步验收阶段 总工程经费4900万元 施坐3米宽的步道 以及500米长的水岸设施 已陆续完成相关设施的新建工程 希望在暑假能够提供游客 更舒适的旅游空间 这个案子呢 它在步道上原本的 靠岸边的水岸步道是没有连贯的 那后来我们这个工程就把它做一个延伸 大概有150几米左右 让无障碍者呢 它可以更亲近水岸 那同时呢 原有的这个人行道 我们也把它拓宽 有原来的1米5 拓宽到3米 让它变成一个自行车道 是一个双向很舒服的自行车道 最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码头的改善 有做了三支的支站桥 这个支站桥呢 它可以让水面浮动的时候 它支站桥也跟着浮动 让所有的游客 甚至是无障碍者 它可以透过这个支站桥 进入到这个无障碍的主码头 那这个主码头呢 它也有大概将近150米左右 那主码头在衔接5个支码头 这5个支码头呢 未来也是会提供给这个 我们既有的水上脚踏车的业者做使用 潘边码头重新规划后 新设了5座码头以及3座影桥 让来到花莲旅游潭的游客 能够轻松欣赏到湖光山色 而再次提升游客的服务品质 花东重谷管理处也希望 北岸码头的改善 能够以全新的面貌 让游客充分感受到 花莲旅游潭的山水之美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不到